基隆市议员联恩典和定祥里长冯瑞芝一起到暖暖幸福华城社区彩绘过的上水塔 了解社区供水情况 对于基隆市近期干旱缺水 导致目前信义区和中正区等供水末端的高地社区产生停水的情况 对于同样位在高地供水末端的幸福华城社区一千多户的居民来说 最能体会过去多年来停水的痛苦和不方便 同样的场景感觉这个感受真的是很深 那时候呢哇这个只要一缺水也差不多就是七八月的时候 等于是我们基隆的枯水期 那这个枯水期一到我们大家都就开始在这刺在等了 哎呀糟糕了又要停水了 所以那这我记得是97年的时候 在一元的这个奔走下呢 我们终于把这个自来水来换成大管 然后有一个上水塔下水塔 这样子供水就比较比较平衡 比较没有断水的这个问题 那那个漏水尤其是漏水 我记得这个水单里面大概一户要扣到43去分摊漏掉的水 这个真的是一个不但是金钱 也是一个水资源的浪费 因为在基隆市议员联恩典多年来努力奔走协调下 社区原有的上下两社区水塔 在自来水公司接手社区自来水管围管后 终于发挥正常蓄水功能 近几年开始已经不再有经常性停水的痛苦 就算缺水停水也不再缩停 马上就停无水可用 让居民们重回稳定供水的幸福 那漏水因为当初自来水公司的水只有送到三下 那所有社区里面的管路 就是社区自己要来处理 那长时间来 20年20多年来 他们的水管也老旧 每次自来水公司只要水不足加压送水 那水管就会再报 再修再报 所以这个问题后来终于多方面的大家的努力 包括自来水公司市长 还有一起来把解决 就是能够把这个管线交还给自来水公司 之后呢 也因为新华城第一个案例 那也让全省高地供水就开始解决 政府开始补助八成 来补助我们这些社区高地供水的这个工程费 我想这真的是对我们这个社区来讲是一大福祉 我想这是我在当民意代表 我觉得我做的最最好的一件事情 连恩典进一步表示 虽然社区盖好的时候 早就有上下两个总共可以蓄水900吨的社区大型水塔 但是多年来水管容易爆管 再加上水公司还没有接手维管的情况下 让两个水塔根本没有办法发挥正常蓄水功能 导致过去幸福华城社区 跟停水两个字几乎划上等号 如今供水稳定也让自己很轻微 能够回馈社区居民多年来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